今天做一道非常好吃的菜 小酥肉 做小酥肉呢 五花肉和梅花肉都比较适合 用离脊肉也可以 但是我觉得呢 还是里边有点肥肉 吃起来比较香 这个葱姜蒜呢 我们要大块一点 等下方便我们往这儿挑 你如果切的太小啊 等一下炸到里边就会炸糊了 吃小酥肉呢 一定要调点干料 这个是花椒 芷然 和辣椒 炒香 一副 炒香 多酷 炒香 大酥 焦 先腌制一下,下地里干点活 现在下去要把番茄种了 这是不同的品种 今年没种西瓜 就是番茄多重一点,当水果吃 刚刚下完雨非常舒服 看下刚刚下的雨大不大 还有这么多水呢 但是我的排水系统已经做好了 一会就流瓦了 我刚刚看了天气暴,这几天都有雨 我们做完之后要拿塑料给它盖上 要不要淋雨要淋死 水 鸡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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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米 옷 את鸡蛋 鸡蛋 毫宝宝 润 汁 白糖 鸡肉 冬天 白鸡肉 喜瑰 入冬天 鸡肉 蛋 这个里边是包着大骨汤 我刚刚看都包成白色了 哇 太漂亮了 咱们这小酥肉呢 留一部分是蘸干料汁 一部分是下汤里面 非常好吃 还准备这些佩戴粉丝白菜 这个菜里边的汤啊 是大骨汤 里边只放点盐就可以了 非常的香 今天这两道菜 真的太好吃了 有细有干 我刚刚算了一下成本 大概二十多块钱 猪肉两斤 十块钱一斤 然后粉条摆在一些生粉 乱七八糟 几块钱够了 二十多块钱吃的肉 我先来点汤 哇 这个汤真的是太咸了 我里边没有放多余的料 只放了盐 就这么咸 老五 我家老五每次吃饭的时候 他就出现了 老五来吃肉了 我今天做的小猪肉比酒店了 口感 头味道都好 还有我们做这个料 我真的不是自己夸自己 是实施求是 如果喜欢吃这道菜的安稳就放上去做 可以试一下 这个干料很重要啊 如果大家吃这小猪肉怕上火呢 小猪肉炸完之后安稳就放上去做 吃了也不上火了 大家回到飲料好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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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